終於有變動的一些輔助復活 其實多這2M是不錯 但是現在集中英雄的腳踝都有 那其實不錯欸 我懂了 他被動就直接有一個免疫效果 這個二技能有點帥啊 各位早啊 我這個頭髮戴耳機上去有點怪 你知道嗎 這頭髮戴耳機 很怪欸 很蠢欸 這次傳統隊員終於有變動的一些輔助 我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你看有些像 這種都是以前的角色你知道嗎 像薩尼這很久 他唯一的缺點 他有控制技 但是他就是沒有一個位移 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次輔助改動就有點多囉 龍澤春雨版本的 輔助 提米 提米的唯一 改版前的缺點就是 大局CD9 然後消耗性又不足 就是很容易被消耗 大局可能 一個大局是人只有70秒 那其實 前面一直在碰撞 那提米其實 他的那個扛壓性是會降低的 因為現在都是 要嘛回血 要嘛續戰力很夠 坦克嘛 那提米你要他坦度 也沒有坦度啊 我們看他改動 改動什麼好不好 使法期間自身雙防 喔就是吉P的時候 有加雙防 就增加一點坦度啦 喔唷 大局的範圍變8M 我感覺 提米這版本應該也是還好 因為他主要就是大局 大局太久了 這個提米應該 在這個版本 我覺得差別不大 因為就多一個雙防 在我看來是這樣子 因為你真的會玩提米的 復活其實 多這兩M是不錯 但是相對 會不會影響戰場 我覺得是不會的 那沃瑪爾咧 我們看一下沃瑪爾 移除內置冷卻時間 但是降低觸發機率 喔就是被動的暈眩嘛對不對 E技能冷卻CD降低是OK的 強化普攻圍4秒變3秒 急飛 急飛 時間增加0.25秒 這是不錯的喔 位移變長 速度小幅下調 OK 因為其實沃瑪爾的E技能 是很快的速度 有上調的 是不錯的 2技能是什麼 錘嘛 50% 這個其實還好 緩速這個我就覺得還好 冷卻 冷卻也降低了 疊加戰役 擊中英雄 才有 現在擊中英雄跟小怪都有 喔那其實不錯耶 他就增加前面的那個 然後中期 前面的碰撞啊 那等於是陸野的話 如果你是 你的陣容選到 蠻強勢的 前面陸野 搭配沃瑪爾是不錯的喔 大招這個就有點吃虧了 持續期間沒法使用1技能 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 以前沃瑪爾有個接招 1技能先 先位移過去 2技能敲 大絕轉下去擊中 再來1技能也CD好 在大絕進去的時候 1技能拉出來 但是他這個大絕機制改成 放的時候沒辦法使用1技能 是有點 等於是放大招的時候要 抓好時機的 你沒辦法像以前那樣子接招了 被動變很好疊 那很好 因為有時候可以疊小怪 不然以前都只能疊人 你知道嗎 以前疊人要疊2隻英雄 譬如說疊到1層 2隻英雄來敲下去 才會有3層 才會有紅槌 薩尼阿 好不好我們看一下 2技能 原本是自身位置放 釋放 朝了指定位置 跳躍後 釋放 最遠3.5M 可越強 哇那這就 那這就已經不佔了 這個薩尼 而且這個版本 是坦克的版本 坦克輔助的版本 那其實薩尼是不錯的 而且他被動是會打 生命趴上的 薩尼看起來也是 在這個版本 應該會有一洗之地 薩尼我媽 目前看起來不錯 提米就還好 查戈納爾 這是我以前的愛角 我們看一下 被動是什麼意思 1技能 每6秒自動生效 我有點不太理解 這個大箱是什麼意思 我根本都看不懂 我先來一場好了 看不看 喔 唉唷 我懂了 他被動就直接有一個免疫效果 哇 這個太猛了吧 靠腰這什麼東西 看他如果我 欸他如果美娜 不是死了 靠腰 唉唷 直接一個 欸好強喔 欸這樣很強欸 卡士爺用這隻就好啦 二技能有免疫 然後被動6秒又一次 哇那其實這個 我靠 欸 各位你有看到嗎 我的被動也是有傷害的欸 很痛的欸 變成大象主要的招 就是被動再加上2技能 1技能 大絕就是 純屬爆牌 解控加護盾 但是他這個霸體 是有幫隊友加霸體嗎 我看一下 解除範圍有軍所有的控制效果 並 附加霸體 和15% 喔 他就是一直讓人家打不死的東西啊 我就說這麼多 看起來這改動應該是不錯 但是還是要實際操作 但是大象沒有要瞬間輸出 你等於是賺騷型的 類似馬加性質的 唉唷 朗博是不是 新增技術 擊退最近的第一個敵人 被 該敵人 碰觸的其他敵人 會受到1秒的擊飛 和等於傷害不死 他1技能丟到那個人 然後其他敵人在他附近 還會被他擊飛 是不是 看起來是有點兇的喔 我跟你講 這版本就是要 要馬輔助 要有控制 要有坦度 要馬就是續戰力很夠 那以前朗博是怎樣 1技能 2技能頂 大絕 放下去 沒用啊 2技能我們看一下 降低位數 握馬爾跟朗博的位移速度 是最快的 就是 譬如說我要進場就瞬間很快 所以他降低位移速度 我覺得是OK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美娜 技能不怕我們 那其實前面路也是不錯的 美娜就還好 我們看一下皮皮他改了什麼 2技能 無法再吞野怪 然後 變胖 變胖還下降50% 後鋒盾也沒 免傷也沒 我要他幹嘛 拋圖用啊 沒有用啊 我們來看一下薩尼 好 先訓練了解一下 唉唷 這個2技能有點帥啊 哇靠 這輔助好玩啊 哇坎特版本 我怎麼感覺下一技會不會回去打 這個有什麼超人啊 超人搞不好幹 拿這個薩尼沒辦法 我跟你講 他只能2 1會比較順利 你1要接2有點難 大局還有反速耶 真的是很帥 太古溜了啦 我只能說 我只能說薩尼 好玩呢 我們看一下狼 哇這坦克版本 太爽了吧 這幾隻我都會 狼頭是不是 聽說是T1 T1是不是 唉唷 唉唷 慢一點喔 這什麼意思 哈 這裡用滑的耶 滑步 哇 不進了 哇 不殺小 幹 不是 嗚 太帥了吧 各位 哇超遠耶 不是 兄弟你有魔防鞋 他有魔防鞋嗎 他有魔防鞋還這麼遠喔 哇 唉唷 因為旁邊有隊友擋住 是不是 哇這寶牌完 朗博就好啦 靠 好強喔 這個有點東西啊 這個T0了 人家刺客 哇 跳進來 直接頂他一個廢 你知道嗎 這什麼鬼啊 可以耶 我要玩這隻 就光他這個技能T0 你知道嗎 我來檢查一下有沒有魔防鞋 有出耶 我跟你講 他搞不好沒有修到說 譬如說韌性鞋 好 玩什麼 玩什麼超人 玩什麼超人 各位要玩什麼超人 手還在那邊 對不對 要不在那邊轉 不用 推藍buff 這樣就好了 玩什麼超人 嗯 黃偉家玩什麼超人 練什麼超人 幹嘛練 我這樣就好啦 三秒一次 這次可以亂野區了 你選牆 對面就倒楣啦 莫瑪 但弱的話我覺得 這可能是凱撒路 凱撒路帶耶 你知道為什麼玩 因為其實 其實很多輔助 還是需要帶順牙 包野怪是bug 2018 2019 會bug到現在是不是 太扯了吧 那個洪偉家 包那個凱撒 他說就有伯頓了耶 bug 弄了三四年 沒弄好 太扯了吧 易近 易近人 有沒有 他的滑步就是有點慢 而且很像流冰 他跟朗伯是一樣 嘿 朗伯跟我媽以前的易近人是超快 就是JK鏡頭 確定 確實有慢一點 然後大絕不能運氣 這個就有點虧了啦 玩法有受限到 因為以前是 我就說了 我以前是會帶幾種 譬如說我會這樣 一技能 二技能 大絕轉 然後幾種按下去開 然後一技能好再拉出來 我就不會扛到高地 不然你像我這樣轉進去有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招式可以出來耶 我轉進去就死好了 握馬爾相對 薩尼跟朗伯的話 可能排到他們之下了 可以打套路啦 就是前面 還是 你說論控制 薩尼好像也比較空 但是 強度的話 前面握馬爾強度是有的 就前期入野 我們輔助大概測就這樣吧 還有什麼沒測的嗎 弱化 弱化就長那樣 其實我覺得不用沒測 輔助弱化沒用 基本上還在這順 就是說你帶一個那個 你少一個開戰能力啊 我沒有動力的結果打 早上他肯定是不會打的 算了 他應該是誰會打的 不用理他 用理他 用理他 其實我原本是想要撿平團 其他人更短 所以我小 但是我想說 就看一下錄節目 算了 想短的音樂再講